下面是O2Garden种植绝类和苔藓植物的种植方法 我们准备O2Garden的产品一台 定制盘 定制盘里面有种植用的五纺布 然后再来自绝类植物 塑形用的芥芝粉 250cc的清水用有调和芥芝 加上1000cc的清水用有种植 首先我们在水盆里面加入1000cc的清水 盖上种植盘 然后再来调芥芝粉 把芥芝粉我们先倒到一个容器罐里面 加入250cc的清水 把芥芝粉和水充分的调和成这个泥状 然后可以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把绝类植物的根用保水的棉条给它包起来 天须要落在外面 包好之后我们用一个橡皮筋把它固定一下 固定好之后我们把它的把绝类植物先从我们的定制盘的种子孔中先冲下去 把绝类植物先定制好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把用喷水的在这个种子布上面把种子布充分的喷丝 喷水之后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塑形架子捂到我们的种子布上面 厚度0.5公分 涂抹均匀 把塑形架子涂满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去铺苔藓 在绝类植物空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把苔藓 苔藓铺上之后 右手轻压让苔藓可以和戒指充分的结合 苔藓铺完之后 我们这时候可以拿点小装饰品 也来放在上面 这么一个围景观就完成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始通电 通电之后 我们的种子模式 LED是调在Lode的种子模式 Bump是调到High的种子模式 好 以上就是Odo Garden种植海藓和绝类植物的种子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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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